我一出生 只有五保 我出生了 父母要上班 我婆婆從台灣來香港 帶我回到台南 那裏帶我 一帶我去到台南 媽媽幾個月要回到台灣一次 因為旁邊鄰舍 又收不到口 就跟我說 你媽媽要回來看你 我每次一聽見 就大病 我病到你又要死 我婆婆怎能說 求醫院去收我 求到最後 求到馬家醫院 最終馬家醫院恨收我 但因為她沒有辦法 醫得好我 最終要宣布 六個月大的我 臨近要死 你頭叫我全家有預備 六個月大的我 真的要死 最終經歷到上帝的醫治之後 我日日又什麼事都沒有 不知為何很多次都是這樣 我日日是經歷到上帝的醫治之後 每一次都是 日日什麼事都沒有 每一次都沒有 坐著在那裡玩 我想說 其實每一個人 告訴你 你是不好的時候 那你還是要這樣丟臉 因為聖經裡面是一切的 當人鬥到你的時候 其實 他們沒有看過聖經 因為 每當他們鬥到你的時候 好處是臨到在你身上 其實我是一個輕度 弱智的引致 我今天其實就想回應一下 這位姐妹的見證 我想要認識他人 都會知道 其實原來他自己所說 他出生的壽經在困難當中 但他每一次說他的困難 其實最後他都是榮耀神的 他怪口的就是 我一個這麼卑微的人 但耶穌都拯救了我 我很多困難 但我很感恩 我沒有聽他講過一句賣臉的說話 但其實他的處境 我想 我們比較容易會知道 而且我很欣賞他 他真的很願意面對自己的不足 就是 我有很多缺點 但我們通常都很隱形人線 因為盡量不被人看到 其實佩宏他很願意去面對 他自己的不足的地方 我有一次為他祈禱 祈禱的時候 耶穌說 佩宏是我的傑作 我聽見這句話 我之後 我立刻抱著佩宏哭 我想我們世人都會對一些東西有一個標準 就是什麼叫好 什麼叫聰明 聰明就是考試成績好 做事賺錢 又叫聰明就是要聰明 好就是神祝福我 我身體健康 家庭和諧 子女聽話 經濟穩定 即是熟靈一點的 很多時候熟靈恩賜 總之大家都說你就好 我想我們對好 標準基本上都很一致的 但當我聽見神說 佩宏是我建作的時候 我想什麼標準呢 我唯有一個答案就是 這個就是神的標準 祂和我的標準真的很不同 後來祂說我做了一個動作 我好像知道為什麼 在祈禱好之後 祂說我做了一個奉獻 其實我一向都有做奉獻的 那銀碼不小的 但都不是銀碼的問題 而是如果我的觀察沒錯 那天佩宏應該就沒有現金在身 他就馬上走下去留下 付錢回來做奉獻 其實他經常都做奉獻 我就想為什麼你下個星期都行 你不需要特地馬上走下去 就是不行 我看到他真的馬上想回應神的心 就是這樣了 那他就專門走下去 甘錢回來做奉獻 那我想我大概就知道 就是為什麼神說佩宏是他的建作 我今天就是想回應佩宏 你上一個禮拜訪的見證 感謝 吉祥宏 那也要來不見你 我還沒看過 你不見你 你不見你 我又不見你 我又不見你 我真的馬上想找到 你不見你 我還沒看過 我不是認真 我不見你 有一個人 你不見你 請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